来广州怎么能不体验一下广州早茶呢 哈喽大家好 小鱼啊 我现在是在广州市 然后来这呢 我觉得必长的一个就是广市早茶 我们俩这话还没说完呢 然后到地方了 人下班了 广州这个早茶不是全天都会开的吗 他们也是 又来两个也是找强记的 然后也关了 他家就营业一上午 下午不营业 哎呀妈呀 我们好不容易找了一个苍蝇巷子啊 就是苍蝇馆子 因为我们搜这个广市这个早茶 一般的话的人它早中午晚都有 然后对于像我们这种爱睡懒觉人心的话 中午来吃正好当个午饭吃 结果他家关门了 人家就是结束营业了 我的天哪 他家是我们找了好多攻略上面 然后推荐的 我俩就总觉得像那种酒楼啥的 就有点太正式的 就感觉好像不太地道啊 这只是我俩的感觉不包括别人啊 我们就想找这种苍蝇馆子 觉得就是这些城区里面 什么城中村里面这些 就比较这个古老一些的这样 我们觉得会更正宗一些 结果人家关了 然后刚才那老板给我们推荐了两家 说往前面走 还有两家说味道也挺好的 让我们上那儿 那就上那儿吧 那咋整呀 昨晚上白做攻略 昨晚上做攻略 做到将近一点 就为了找这个早茶吃个正宗的 你说来一次 怎么也得吃一次吧 结果 起个大早赶个晚级 啥也没赶上 本来想吃苍蝇馅子 最后吃着吃着 还是吃到了商场里啊 这个是那个老板推荐的 然后在一个商场里的四楼 也是一个连锁的 好吧 因为我俩实在是太饿了 也不想走了 太热了 又热又饿 我们就在这吃吧 一会儿去看看啊 这个早茶怎么样 最后我们选定了这家 人也还是不少的啊 看这个人我觉得应该可以 咱们找个圆桌吧 桌有点小吧 那个啥 最后要了一个长桌 我觉得 我觉得我俩要大干一顿 这个是他家的菜单啊 我们俩点了一个套餐 128 然后我俩想什么不够 再这样再点 先吃着 然后这是他们的菜单 这些东西 这是广式早茶啊 都是就这些东西 哎呀 是我喜欢的 全是碳水 我最喜欢吃这些东西了 面食 最喜欢吃这些东西了啊 然后我们点的那个套餐 一会儿上来给你们看 都有啥 我们俩就准备爆干一顿 点了个套餐没够 又点了很多领盾 尝一尝 这广式早茶 到底魅力何在 给我们吃了一个蒜杯的 你说实话我真是不习惯 然后这个茶也都是蒜 要蒜 北方人真是没品习惯 互相随俗吧 跟后那家蒜饭的 这茶说实话我真不会品 咱们不会品牌的 反正我上啥喝啥 竹打一个床间 刚才我仔细翻了翻这个菜单 我发现一道菜都震惊了下巴了 你看 盈顿黄瓜 要二十八 这一盘黄瓜里 一根黄瓜吧 二十黄瓜里 太贵了 竹打这个一个尝试一下就拉倒了 在这生活 我觉得我可能真生活不起 太贵了 刚才那边一样问我们 你们点这么多东西 能吃得完吗 你跟我俩说 吃不完打包 他可能真想瞧我们的胃 这个是啥 粥 他们的粥都是咸的 然后这是什么小咸菜 这个是啥呀 酱包 酱包 虾饺 其实这个是我最期待的 最想吃的 想等全部都上齐了 然后再吃的 我实在等不及的开喽吧 我先吃一个啊 这个呢 是我最期待的虾饺啊 看他透明正亮的 然后再加热 等昏下人 小心啊 嗯 好吃 好吃 好 尝尝这个 这是昨天晚上我特别期待 这一件料 炸掉了 第二个 没有 对 还拍我的 你 中国人 是 是 你 也 不是 我是 不是 是 我 是 Agora 我们 毕竟真正的体验味道什么 就买 眼睛大肚子小了 撑了我不行了没吃下 我以为这些东西都小配色 我一会儿就全吃掉了 结果剩了这么老公 给你们看看 看见没有 这是我俩生的 你看他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 但是我们主打一个 不扑张不浪费 一会儿全都打包 晚上不用买别的吃了 我实在是炫不动了 他这肚子撑的 看见没有 真怎么弄了 他也宣不动了 我也宣不动了 愣吃吃不下去了 不行一会儿打包吧 打包带着 不打一个 打包啊 全装起来 全带走 我们这顿饭呢 一共是花了244 其中呢 有128是在 是团的 那个就是套餐里面的 然后就单点了 100两块钱的东西 我俩挺能吃 不浪费的话 当然128其实也 对 如果不是 咱不能说浪费 因为是因为没吃过 然后想各种味道都尝一尝 这怎么说呢 因为我是东北人 我的口味偏重一些 但是我 我除了尝着这些那个味道 稍微有点淡以外 但其实都挺好吃的 全部都挺好吃 要不好吃 我就不打包了 但是咱不能这么干啊 就主打一个 各种各种各样都尝试一下 然后打包了一盒 然后晚上回去 我俩还能再整一顿 然后这顿饭244 实际上挺奢侈的了啊 二百多钱俩人吃的吧 满满一层 满满一层 我们俩打包了 感谢您的富豪 谢谢大家